好好的日子提个死人干嘛 哈喽大家好 我是打扎银行汤账 前些天爆出一个大瓜 罗志祥和周阳青疑似分手 他们可是长跑了九年 说起来也魔幻 他们俩分手这事 原本只是网友 根据俩人最近的社交状态的脑补 可垂着垂着 他们俩好像还真杠上了 小猪发抖音 疑似公开内涵周阳青整容 周阳青也不甘示弱 隔空回队小猪炒牌抄袭 还有网友爆料 周阳青故意找水军抹黑罗志祥 结果周直接下场回应 我不是那种搞小动作的人 我喜欢正面刚 他们俩虽然互相内涵 但都没有公开回应分手一事 行长吃瓜吃的也是云里无里的 所以也不站对了 但由此引发了我的思考 关于对前任的态度 回望小猪和周阳青的九年唏嘘之恋 居然以内涵前任这种方式落幕 显然不太好看 再想想坐拥天下鲜肉的小小萱 分手后却毫无黑料 真鲜肉菩萨 恋爱小天才也真正做到了人格合一 我就是肖仔小姐本尊 并赢得了坊间一致好皮 果然牛皮 那么今天就来聊聊 对前任怎样才是最好的态度 一 当前任死了 没有态度就是最好的态度 好好如此提个死人干嘛 不要纠缠不休 分手后不去打扰他的生活 不迈惨不矫情 爱过了就不遗憾 一二三唱 能变成了世上嘴收习的陌生人 仅后各自曲折 各自非啊 借品一百遍 也是名曲 二 人前保持风度 不主动提起 不要博同情 不说前任是非 现任逼问你可以退出旺 还一般现任都不会问 刨根问题等于二次伤害 再次呼吁姐妹们 也不要没事找事问前任 现你有玩 不好玩 如果是别的共同朋友问起 就人钱一句夸 坟钱一树花 自己心里明白 咋回事都行 三 对现任好 正是之前的经历 让你我都变成了更好的自己 我们唯一可以控制的 也只有自己的想法和行为 所以只要不让现任伤心 其他男的伤不伤心 我不在乎 但是乐观点 毕竟所有的失恋 都是为了给真爱让务 彻底告别前任 才能迎接现任啊 准备好变成下一个 平平无奇的恋爱小天才 不好吗